游泳的故事 所以想說 今天又來了 我是公主 我是小閃 我們今天又來 闪閃公主 一波 閃閃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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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寫過嗎? 我好像沒有 我的父奶奶真的是罵 我好像真的是罵 我是那個IG裡面有殺夫的一百個理由 每次大家看了都覺得很好笑 就是希望我能夠有固定的單元 因為妳的這方面好像是幽默大使 我習慣把痛苦變成幽默 我個人就是平鋪直序 妳個人就是罵 我個人就是罵 我已經忍不住了 我無法修飾 這時候是不是要來點酒來點炸雞之類的 我真的好想要喝酒喔 我好想炸雞鼠 那個WAT 真的有嗎? 我要 我要 喔耶 哇 兩大袋 那我今天不能喝酒 因為我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利用炸雞來洩份 那我可以喝酒嗎? 這個是WAT他們新出的喔 上次我們第一次介紹WAT的時候 大家的反應都很熱烈 那個香港的台大咖啡 凍寧茶口味的調酒 但是我今天還是不要喝好了 因為公眾人物 像公眾人物嗎 有社會責任要喝酒的話押金魚 我們不想每一集下面都是從頭到尾押金魚 這樣子 所以就介紹一下暫時我們不喝 沒關係 那不然暫時妳就吃個薯條吧 嗯 吃薯條了 陪我一起吃薯條 因為我今天也是不能喝酒 因為要是我不開車我就喝了 人生就是有點涼難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今天要講什麼了吧 就是沙夫的一百個理由 負能量變成Vogue 第一個就是 講夫學婚前婚後的差別 或者是我們的伴侶 穩定交往前跟穩定交往後 也可以套用 我覺得都適用 先有五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 他跟你聯絡的頻率 頻率和內容 還有對 內容 就是可能打電話啦 或者是傳簡訊啦 對 或者是傳貼圖啦 對對對 之類的 第二個是 逢年過節的安太座 過年過節有沒有送禮物 再來是 婚前婚後的金錢觀 其實這個也會 不要以為不會變 也會 會喔 會會會 生活習慣的不同 這個我有很多可以講 而且我覺得有沒有同居 其實沒差 他婚後 婚後或什麼的 都還是會變 那你要聽我聽我 聽我的 最後呢 最後最後一個 就是已經居然無可認 然後絕對是離婚的理由 很想讓你離婚 滿傷感情的 但是我們就放到最後講 但是我們還是堅持著 還沒有理會 就是跟著我的持播 那我就喝播 婚前婚後的聯絡 我可以先開始 可以 我覺得我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就是虎哥剛開始追我的時候 還有後來 虎哥追我沒多久呢 我們在一起 沒多久呢 他就擅自搬來我家住 就住在一起了 將近兩年才結婚 但是你以為 住在一起這麼久 結婚以後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所以放心的結了婚 當然 結婚還有六個階段 還有差 還有差 你說你跟Mina吃薯條 講三次 還有差 開始追的時候呢 那叫一個隱情 我們那時候 公司比較嚴格 讓我們下載一些聊天的軟體 用email比較多 虎哥的公司 他們更嚴格 所有東西都是用email 進公司的時候 電腦一打開 第一封email進來 虎哥的 greeting 好浪漫 今天好嗎 什麼之類的 當然虎哥 虎哥是用英文 就是虎哥喜歡用英文 原來你我約回來的 嗯 打情罵俏 這樣子 祝你今天一切都好 剛追的時候 對剛追的時候 好浪漫喔 我一坐下來 就是看到這個 當然就是喜喜之之啦 然後之後我就會回信啦 然後他有空就會回我 心情大好耶 對就是整天 每天上班的時候心情都很好 然後中午休息時間 一定是text message 然後我們就會稍微那個一下 然後下午還是會繼續有一些email的往來 後來正是在一起了以後 你們以為我們晚上不見面嗎 不是喔 我們就一直這樣email 到他差不多沒有回的時候 我就知道出門了 在開車要找你了 對 然後大概過了半個小時左右 他就會說他到公司樓下了 多棒啊 就是剛開始是這樣子對不對 早上的 greeting 中午的 greeting 晚上的接下班 哇不得了 然後多麼的陰晴 等到住到我們家來以後 沒有那個早上的 greeting 中午晚上這樣子 但是還是有 greeting啦 但是email的頻率呢 日子增加增加 email就是減少減少減少 結了婚以後就是有事 才會email 然後簡訊的部分也是 談話軟體 聊天軟體 也是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哇 沒事也要傳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動不動就傳一些有 有愛心的啦 有kiss的啦 有擁抱熊大 熊大抱choco 熊大抱兔子的那些東西 我知道那時候牽上衣的那個 對阿 那時候都是這樣子 現在大部分就是 你說像結婚幾年 我2011年結婚的 事實上一路到九年了 然後呢 現在 九年後 我們知道現在怎麼樣嗎 九年後 嗯 現在就是 早上鬧鐘響了 人就不見了 然後就再也沒有進房間過了 五哥喜歡就是 SOP 對一個固定的SOP 對一個固定的SOP 去哪裡穿衣服 去哪裡摔下去連 然後走到哪裡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五哥是一個非常規律的人 對然後就直接出門 他就不會再進這個房間 當然這個也跟我的習慣有點關係 早上跟我講太多 會被吵醒 然後我就會怕鼻子 後來他就乾脆就變成連 講話都不跟我講話 進出也不進出了 直接出門囉 生病以後都在家 怕我不吃飯 有時候就會中午 對 傳個簡訊說 有時候起來沒啊 吃飯了沒啊 然後下班回家的時候 本來也會打個電話說 我回家囉 隨便講一下也好 對 現在沒有啦 現在就是 早上起來鬧鐘響 走出那個門以後 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然後我下次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晚上 就是晚上了 那下次走出門 然後 下次再聽到他的訊息的時候 是有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所以可能是一週幾次 不一定耶 就是看那一週事情 那麼多重要的事情 那麼多 比如說 晚上我們要帶紅紅去看病 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才會做一些聯繫 現在最近年下班都不打電話給我 不聲不響的門一打開就 欸我回來了 沒有 他不講的啦 他不講的啦 站進來都是不講話 他就這樣 點一下頭這樣 也沒有點頭啦 就這樣 站進來 衣服很帥的樣子 然後樂樂亮的人會說 喔姑娘回來了 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就是利用小孩來打招呼了 對 就是這樣子 現在是這樣 九年之後 對比一下喔 在九年後會怎麼樣 如果我們有活到那時候的話 如果他有 不可口 他有活到那時候的話 在九年後 我不能保證我 不是 我不能保證我中間想要 沙夫或什麼的 喔也是 我不能保證 畢竟積到一百的話 說不定可能就真的成立了 對啊 沙夫的一百個理由 一百個理由 我是不是就要執行啊 好 換你換你換你 剛剛講說每天早上 我覺得我會就是沒有這麼有條理一點點 但是剛剛妳講到那個 我很想插嘴 就是每天早上的簡訊 你知道我夫婿她 剛開始追我的時候 每天早上都會有寫一個喜歡我的理由 喔我的天啊 他寫了 五十還是一百個 天啊 生育宇宙管 不得了耶 生育宇宙 而且他不是簡單 我喜歡你 因為什麼 就是兩句 沒有沒有超長的 真的 每天早上 天啊 欸我們都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耶 而且呢 那時候我記得 我有一年 是一直出國一直出國 那剛好是我工作的Gabier 好像一年有三四個月都不在台灣吧 他會算那個 國外的那個時間 所以我一早一起來 就是會有簡訊 哎呦喂 哎呦 是不是 是不是就厲害了 對啊 就是因為雙魚座島 距離特浪漫 你就是也是早東晚問暖 然後但是我們相識的時間 聊天軟體都還蠻盛行的 會很長的聯絡這樣子 但是 因為我個人的習慣 我很不喜歡講電話 我也是被利潤的男朋友 就是說 你是不是不想要跟我講電話 就被他們討厭 但我真的很不喜歡講電話 我覺得講電話 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真的是一個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我很需要 multitask的那種人 就是這樣 然後一路到結婚 一路到現在 結完婚以後 就馬上就 好啦偶爾吧 他有些看到什麼新的事情 他還會想要share給我 就是貼個連結 然後叫我進去看 然後說他的感想之類的 到現在我們結婚也才16年結婚 所以4年 4年以後 一個禮拜 簡訊聯絡 可能才1、2次 就是簡訊聯絡 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個人呢 就是一個特愛玩的人 我很常大家都知道 我很常帶Oli 就是自己出國 因為我覺得7天以上才好玩 所以我一定會出國超過7天 只要我出國 不許跟失蹤一樣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國際機場 喔沒有喔 哇 講到這就心酸 我可能一說要出國了 當天早上 可能前一天的晚上 他就說 他也不會問 我會直接跟他講說 喔 明天我們的車幾點來 那可能說 明天我們的車8點來 自己默默一直在收行李 收到半夜 一個小孩一個 我的行李蠻久的嘛 就是收到半夜 回來已經開始約了吧 沒有他早就去睡覺 怎麼知道他開始 前一天 才前一天他才開始約 沒有我一跟他講到出國 他就開始約了 然後 把國外的都叫回來那一種 對就可能說 香港的朋友你要回來了嗎 之類的那一種 然後呢 前一天呢 他也不會問我說 車子明天什麼時候約 當然他也沒有準備要送我們去 隔天早上如果八九點 反正如果是比較早一點點的呢 他也不會起來 他老大也是在那邊睡覺 然後我就是要去把Oli叫起來 我就是有點生氣了 你知道嗎 我就會進房間說 你到底要不要起來幫我弄一下小孩 他就起來了 弄一弄以後 一整棟的第四樓 坐個電梯下去上來 不會花多久的時間 我們要出門了 司機在樓下等了 他就在我們家的鐵門 四樓的鐵門的裡面 跟我說掰掰 然後呢 四樓 不下去 不下去 而且我們家也沒有中庭喔 而且我們到樓下 就是司機在等喔 還有他女兒耶 還有他女兒 他女兒耶 吸著吐吐 然後很想睡 說媽媽抱抱 一手扛著 現在是炸雞 一手扛著女兒 一手推著車 然後坐進電梯下去 還有階梯 然後就拉階梯 然後就拜託司機說 可以幫我一下嗎 這樣子 然後呢 到那個接駁車啊 上去了以後呢 一路到機場起飛 都沒有聯絡 因為在睡覺 厲害了吧 累 太累厲害了 出國十天 全程 會接到大概 兩次吧 電話 不是電話 訊息 好像視訊也是我 可能心血來潮 或是Oli說想要看爸爸 但是他通常也不會說啦 哈哈哈 他通常也不會說 也好 好像對就是這樣子 跟失蹤沒有兩樣耶 人間蒸發 人間蒸發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聯絡的頻率了 四年 是蠻心寒的啦 四年 飛速 當初他喜歡你的第一個理由就是 獨立 獨立 什麼東西都可以自己扛 哈哈哈 人生 我自己去吃薯條吧 婚前婚後 聯絡的差別 婚前婚後啦 但我現在就是覺得 活著就好了 我知道你活著 嗯 對 我覺得也是還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有 有點囉嗦 因為現在就是狗嘴都吐不出象牙 不會 他來找你講的話 都也不會有什麼好聽的話 不會 不是來找你 讓你開心 過年過節也不會有好聽的話 沒有沒有什麼吉祥話 就是來惹你活大 所以你就是寧願他不要來惹你 不如我知道你活著 就好了 過得還好 這樣就好了 其實有時候半夜還沒回來 我都想說 哈囉 你還記得我嗎 我最近過得不錯 這樣 好久不見了 你還好嗎 Dang 唉 人生 嗯 前幾年開始 常常在網路上看到 對 只要過年過節 要怎麼安泰座 記得要安泰座 安泰座又是保永保平安 就是紅包包很大啦 或者是怎麼樣啦 對 太座怎麼樣 太座想幹嘛就幹嘛 我們家是這樣子 苦哥本身不浪漫的人 苦哥是什麼星座啊 天秤座耶 天秤座感覺應該是浪漫啊 我當初也以為耶 然後 因為他其實Email寫得不錯啊 對啊 文筆好 文筆也不是 但是說文筆好就是 反正就 每天讓你覺得 他有在關心你這樣子 嗯 然後細節 都挺有注意到的 之類的 然後 比如說你傳個什麼照片給他 他會看到很細節的地方來問你 你討論 這是虎哥的 對 但是 但是我當初 誤以為那個是浪漫 跟體貼 但那種 很常時候就是有一些這種 誤會 誤會 誤會一場 對 然後我們 在一起的時候呢 他自己本身的生日 不會主動去過 那 不要說幫我過生日了 嗯 然後 Christmas啊 情人節啊 情侶之間 所有要過的節 他通通都不過這樣子 他唯一做 能做到的事情就是 他也不會跟別人約 哈哈哈哈 他就是跟我在家 跟我在一起 我在哪裡 他就在哪裡 他覺得只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浪漫 在哪裡 都是情人節 對 都是情人節 不管做什麼事 都是浪漫 都是情人節 對 所以我們大部分 比如說跨年夜 跨年夜的時間又比較尷尬 對不對 跨年夜大部分就是 我看他睡覺 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那個時間 他一定睡著啊 在旁邊睡 然後我 在電視 然後轉頭看到他在睡覺 所以我還蠻常在 Facebook 或那個Instagram上 跨年夜 PO出他在睡覺的照片 又一年囉 這樣子 我又這樣子過了一年 但是剛結婚的時候呢 有一兩次是還蠻殷勤的 比如說剛結婚那一年 我們是一月底結婚的 五月是我的生日 然後生日前 他剛好有出差 所以他好像在 國外就順便買了禮物送我 又很浪漫啊 還是Diffany什麼的 天啊 好像是 好像是這樣 還特別去選 對因為他知道我喜歡Diffany 然後呢 後來也送過一次香水啦 嗯 然後呢 然後就沒了 而且那個香水我已經有兩瓶了 喔沒注意到 可能就是在機場看到 覺得這個很眼熟 絕對不會錯 喔 所以他才買了 他想說你如果用這個 你就會一定用這個 一直用這個 所以他就買了 所以那個香水最後我有三瓶 而且他還買了一個一百瓶的 一百瓶超難用 超大 用不完 永遠都用不完 永遠一輩子都用不完 因為我以前習慣換來換去用 對 然後現在就是固定一個香味這樣子 也不用煩惱這些現在 因為現在什麼都沒有 生日是唯一他會注意的事情 他就是譬如說 他會傳一個 Happy Birthday的什麼東西 給我看 傳貼圖之類的 然後 那不是我們會做的事情嗎 就是我們身為朋友 對啊 可能會就是 一早就說 Happy Birthday 這樣子 貴婦婿 也是 跟我們一樣 對也是 晚上 下午吧 他就會傳訊息來 BB想吃什麼 我今天好忙喔 不然你去訂一下餐 你看你想吃什麼就訂餐廳 要不然去吃溫德好了 就天母那個溫德 對 就在我家旁邊 每年都問我一樣的話 每年的溫德 那他真的蠻喜歡溫德的 問我一樣的話 OKOK 然後我要去訂 因為 BB我很忙喔 我先忙了 我先開會了 See you later 這樣子 Happy Birthday 這樣子 就是唯一的 一年唯一 他有反應的一個節日 其實他的節日完全沒反應 但是有反應也是這樣喔 好啦 那我必須說雙魚座就是 應該稍微好很多吧 因為其實算是好蠻多的啦 雙魚座的話 就是在交往的時候 也是還更重視 對 因為雙魚座的時候 我連萬聖節都有蛋糕 我連萬聖節 我連萬聖節 欸我還記得有一次 沒有結 但是送了 大雜線 對 就是無故 可能就是 他自己買了 秋蟹季這樣子 對 幫你買一份 結婚之後 我記得是第一年有花 有一天突然收到花 我以為 是送錯 哈哈 因為也沒有屬名才知道啊 有屬品牌上的 有可能 品牌祝我生日快樂 或什麼的啊 結果發現是他送我的 他誤以為只有他會送 所以他不屬名 可能吧 然後晚上有煮飯 煮一個牛排大餐這樣 親手為你下廚 親手 但是呢 逢年過節的安泰座 基本上 我其實是有跟他做規定的啦 因為我個人也是覺得 你送我 我送你很煩 浪費我的錢 因為我金牛座 所以我就 結完換了我 我就說好 我們兩年什麼節都不要過 互相祝福 然後可能吃個飯 你不要送我花 我覺得花很難過 所以生日吧 生日的時候我們還是會互送 我可能問他說 欸 你有想要什麼東西嗎 那他會問我說 我最近有想要什麼東西嗎 我覺得也蠻好的啦 只要不期待 都不怕受傷害 像我們家安泰座 就是泰座自己安自己 對 我們一向都是自己安自己 那虎哥也不怕 他犯太歲 年年犯太歲 犯太座 對 年年犯太座 犯太座 但是他命很硬 所以不怕 強壯 那我們第三個是 婚前婚後金錢觀 有差嗎虎哥 就是一個叹氣 算了啦 我跟虎哥金錢觀差異比較大一點 以前我是自己有上班賺錢 這自己想要的話 他不管我啦 是我自己的錢 後來生病以後 有一段時間沒工作 大家想知道我為什麼要 長途這樣虎上班了吧 哈哈哈哈 怎麼老還出來當部落格 哈哈哈哈 好啊 沒有啦沒有啦 就是我們金錢觀 本來就比較有落差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金錢觀一定會有不一樣的啦 但是落差比較大一點 所以就 避言難盡這樣子 避言難盡 我的話是 其實婚前婚後 我們兩個的金錢觀 一個沒有討論過 但是有一個共識 互不干涉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賺多少錢 他也不知道收入是多少 他有他喜歡買的東西 然後我有我喜歡買的東西 我覺得有興趣還蠻重要的啊 至少他有興趣買一些很多比較貴的東西 所以我蠻比較貴的東西 我不會覺得 有什麼 喔 你想到重點了 因為我們家就是沒有 喔 喔對 因為我們家的南方 無欲無求 真的是比較低 很愛運動 雖然他愛打高爾夫高爾夫 雖然是比較 對阿比較花錢的東西啊 但是他還是一個非常 花的非常少 其他的運動 譬如說像我們去健身房啦 或是去上課啦 上運動的課程啦 叫老師教啦 他都會覺得很荒謬 運動就是自己 隨時隨地都可以運動 在家裡也可以啊 為什麼一定要請老師 對 為什麼要花這個教練費的錢 對 二三十年來 獨立運動 一直每天都有運動 做一些基本的養 養養體坐啊 呼吸挺身啊 拉桿啊 什麼東西 他好強喔 對就是一直都有養養 那沒錯欸 真的就是這個 好 生活習慣的不同 我跟你講這個如果是一個主題 可以講三天不止 不止 講到死吧 講到 講到起司 或者是什麼 因為 太瑣碎 嗯 你講一個比較重點一點點的好了 有重點的嗎 好像沒有欸 有一些事情 我覺得有一些事情 也就算了 那種生活習慣 我覺得衛生習慣 會讓人家比較覺得 不能忍受 虎哥不是不愛乾淨 虎哥很愛乾淨 我們大家對於 乾淨的點 不太一樣 比如說 我就很在意 他桌子的抹布 跟擦地的抹布 跟擦哪裡的抹布 我通通都要分開 睡操 就是譬如說 他常常會洗鞋子 或者是洗他 打球用的東西 因為他們去打球 說真的 滿腸膠的回來 那洗鞋子 洗什麼洗什麼 當然就是不能在 廚房的洗手台洗 當然也不能在浴室洗 一定要在陽台的工作區洗 那像以前 舊家比較小 沒有陽台工作區的時候 就逼他一定要在陽台 然後在地上 擠水來刷 對也是為了這些事情 譬如說 他要插冷氣的濾網 他覺得我應該高興 他主動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卻發火 他把冷氣的濾網 拿到浴缸裡去沖 你看我以後怎麼去泡澡啊 莫名其妙 我沒有辦法接受耶 我說我那個浴缸 白白的圓圓燈 那麼可愛 那麼漂亮 我就是要這樣子躺在裡面 香香的泡澡 結果去沖這些東西 有一次甚至被我發現 他本來想要把 刷馬桶的刷子 拿去浴缸沖 哇 他正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好我去浴室 不知道要幹嘛 我說你在幹什麼 非常的激動 超可怕 對就是類似這種 他會覺得說 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沖 東西就沖掉 而且你現在也很少泡澡之類的 我說不管我 多不常泡澡 留一個浴缸就是要泡澡 對 你不要把他當作那種 地上的那種 沒有浴缸的那種 洗浴間好嗎 反正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 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的問題 可是這種 其實在婚前也是有 有 有那些事情在婚前發生的 但因為我們就是 那時候住在一起 陸陸續續發生這件事情 那婚後有差嗎 婚後就是說 婚前因為房子是我們家的 所以他就是 我要怎樣 我要說 都隨便你 他就不太會有意見 這樣子 婚後有時候我講多了 他就會覺得說 喔拜託 我出錢買房子給你住 你還這麼囉囉嗦嗦嗦的 這樣子 會有這樣子的 他就會反抗 言語抵抗 我就會很氣 然後我們就會吵架 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層出不窮 我的婚前婚後呢 因為我婚前 是沒有同居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直接就是 交往的完美形象 又是雙魚座 完美形象 然後到結婚 一起住以後 發現我夫婦特愛睡覺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一點 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理解的 特愛睡覺 他到哪裡都可以睡 我們去游泳 他也可以在游泳池裡睡著 我們去朋友家 他也可以在朋友家的沙發上睡著 我們在家裡面就跟不得了了 我爸媽家 他也是躺在沙發上睡著 我覺得他睡就是沒有一個 LIMIT 也不會覺得 尷尬害羞或什麼的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生理需求 他想睡的時候一定要睡 睡一起來就當也當不止 所以我習慣當然就是這樣 乾不乾淨這件事情 我就不想講了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30歲以後 35歲以後 我就是越來越有潔癖 我就是每天都一直在吸地 一直在收東西 一直在吸地 路上有路障的時候 我就馬上把它收好 馬上把它吸乾淨 夫婿他是說 他因為我這麼愛乾淨 他看了以後 他覺得他自己也是有 提升他的整潔情況 他是有這樣說 而且還有跟別人說 嗯 他有說 人家問他說你婚後有什麼改變 他說 我覺得房間變得比較乾淨 因為他真的很愛乾淨 所以我會跟著跟他整理 這樣子 但我現在是覺得說 不要期待太大 就不會受傷害 跟前面一個 就是結論一樣 前面兩個 前面兩個 對 那我們就差不多結尾了 因為再罵下去 也就是 罵不完啦 會一直罵 大家還是繼續關注我們的負能量 跟 下敷個禮拜 如果大家想要聽我們其他的負能量的話題 也是可以來分享給我們 叫我們開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做最後結論好了 有什麼是你覺得 這差不多是可以離婚 可是你現在還是 hold住 然後不離 就是我其實有一點 就是敏感 我睡覺比較淺明 早上有一點點起床 我需要一段時間 讓我自己 蘇醒 然後那段時間我希望是 比較 安靜的 我自己會回復 想要跟人交談的狀況 對 但是夫婿不是啦 他是一起來就on 對 虎哥是只要眼睛一打開 就是turn on 這樣子 然後就是 跟蔡有力一樣 真的 對 跟蔡有力一樣 對 然後就是很high啊 或什麼的 然後我們因為早上很少見面嘛 因為我都在睡覺 但是偶爾我們有需要早一點 一起出門的時候呢 坐車的時候不得了 因為他一上 虎哥是那種賽車手型的 一上車就 然後我就要搖來搖去 已經很討厭了 對不對 然後他聽音樂 音樂還要開得很大聲 音樂嚇 到最後我都會抓狂 然後就是 如果說是假日在家裡 譬如說那天我真的很亮 或什麼 他可以 他又沒有出門的話 你都知道他在幹嘛 你躺在床上 都知道他在幹嘛 因為他會不停的發出各種的聲音 然後譬如說開門 關門 洗碗 弄盤子 弄杯子 摺衣服 什麼東西的 然後進進出出 然後去哪裡幹嘛的 然後進來跟你講一下話 然後又跑出去 起來以後 一起看電視 他就是一直不停的 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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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不是話太多 其實他有時候也不講話 我不知道 都很容易惹怒啦 對 忍怒你個人 然後睡著以後 會打呼 就是說這個人24小時都不會安靜 24小時都沒有辦法安靜 覺得說 我可能真的再這樣下去 我會瘋掉之類的 然後有時候 我就會真的很生氣的跟他講 他就會覺得很受傷 他會覺得說 我們是夫妻 所以我才跟你講話喔 是你耶 我才跟你講話 可是都是為了你 對啊 如果是別人的話 人家跟我講話 你知道我在辦公室是什麼樣子嗎 人家過來我都是這樣子 看著他然後不講話 等他講 我從來不講話的耶 從不主動的耶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 所以就是 我們就會為了這種事情 這樣子 他就會有一些 程度上的認知上的不同啦 我的話 我覺得真的就是 生活習慣的不同 延伸出 這個理由 絕對是累積下來久了 我可能到最後忍不住 然後就會想 想 GAN OVER 不期待 就不怕受傷害 我真的沒有辦法一直忍受 東西亂丟這件事情 我現在已經 已經到了有點極限了 我晚上出去好了 請他幫忙 一打二 不是幫忙 因為顧小孩本來就是應該的 請他一打二 結果呢 我一回家的時候 兩個小孩都睡了 沒錯就是很棒棒 但是 我們家 我的家 不是我的家 除了玩具 在地上 就是灑滿 然後桌上灑滿 然後可能 可能求馳 灑滿在外面的地上 之外呢 還有他是那個 along time的時候 就是把兩個小孩都弄睡了 along time的時候呢 他吃的零食 都在桌上 甚至有一次我回家的時候 我發現枕頭下面 有一個他吃完有點碎碎的盤子 這真的不難忍受 我只是覺得 沙發想抱枕 對 的下面 這一點好 我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只是我們家也不大 不是那種一百坪兩百坪的走到 但是我必須說我們家 垃圾桶不多 我們家垃圾桶就是放在陽台 但是那是盤子啊 對 但是我就覺得 其實不大 然後 垃圾桶也沒有多遠 就是雖然在陽台 也沒有多遠 其實是可以 在你睡前 收拾以下去丟的 沒有 杯子喝完也就是放在水槽 還有奶瓶 對奶瓶 做歐利的時候 我是把一天的奶瓶全部一起洗 你知道同時 一起洗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阿雜 但我現在Damiens是實行 OK我喝完 我一有空我就馬上洗起來 我一定有空馬上洗起來 導致於我覺得 Damiens出生到現在七個月 他洗過大概三次吧 不到五次 就是每天都是我半夜要睡覺 可能三四點了 我就在洗奶瓶這樣子 然後杯子也是啊 就是不洗耶 其實我們家也不是自己洗杯子喔 我們家就是把它倒乾淨 然後拉開 在洗碗機裡面洗 也沒有耶 就是這個動作也做不到 我覺得就是有一點 很在平行世界的感覺 其實這個真的是讓我比較崩潰 連我都覺得說 不然就這樣吧 我也不期待就是 不怕受傷害 然後 他跟我一樣有富貴手嗎 沒有 我是因為有富貴手 但他手的確是比我細 我手超粗 對不對 我還有剪呢 我都覺得我為什麼會有剪 你有剪 我有剪啊 你看你摸這邊 哎唷天啊 拜託 哈囉 而且我也沒少做事耶 我也是自己賺自己花 也是耶 所以其實我可以單獨生活 好就這樣子 不然我要落淚了 好 這就是最後的理由 今天就到這邊 好 大家還想要下次的負能量 也可以再跟我們講 或是你有一樣的殺夫的理由 或是一樣的負能量 請留言給我們一起討論 大家不要覺得自己孤單 我們也不要孤單 真的你們不孤單 對我們也不孤單 有你們 對對 對啊 然後 好啦希望你們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是 然後 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們按個like喔 按個like喔 然後給我們鼓勵 然後給我們鼓勵 謝謝 掰掰 下次見 來吧